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对于拍摄手法来说确实很搞笑 西红柿首付截止到7月29日19点票房 已经累计到7.33亿了 上映才三天就达到这样的效果 一 我不是要神还要更受人欢迎 西红柿首付这么好的票房 却被人爆出抄袭 看来是已经有人眼红了 其实这部电影从两年前就已经开始油颜飞 彭大摩精心打磨了两年 剧本也是由国外布鲁斯特的百万亨菜 实则翻牌自1985年版电影 布鲁斯特的百万亨菜是经过授权的 所以不存在什么抄袭 西红柿首付如此好的票房 当然会有人看不下去 这个人就是王传君 在我不是要神中有很好的表现 票房也是今年电影的黑马 王传君的做事风格 一向是跟常人不同 在所有人都支持王家卫的电影时 王传君说了句我不喜欢 如今王传君更是在西红柿首付大火的时候 众星捧月的时候 眼红的说了一句可拉倒啊 这是在讽刺沈腾的电影难看垃圾呀 看来王传君为人并不坦荡 只允许自己演的电影大卖 却看不怪别人的 可能王传君觉得只要他拍的电影才是好电影 别人的都不是 实在是小人之心 豆瓣网友一向对电影是最严格的 所以影评也是随着看的人越来越多 口碑不相上下 有人夸自然就有人才 不过沈腾对于对于这部电影而言 确实把角色饰演得很好 但是其中还是带着夏洛特烦恼的影子 好像沈腾只能演这种细路的角色 没有什么改变和挑战性 再加上王传君在豆瓣的评语 明星效应的影响力 恐怕会影响西红柿首付的后续票房 不知道能不能逃过票房危机 西红柿首付女主角 是拍到一半被换成宋云叶的 宋云叶刚开始演的时候 就觉得有些熟悉 中文字幕 继众之ogg